郭博社報導 國泰航空週三發給員工的一份備忘錄顯示 從明年開始 最資深的機師每月津貼將由33.3港元增加至36.6港元 每年津貼由現在的39.6萬港元增加至43.2萬港元 教育津貼方面 國泰為每名機師的子女提供10萬元的學費 最多3名子女受惠 可用於支付本港和海外的學費 二副機師及一副機師將受益於該行措施 較其目前所享有的教育津貼分別多出4萬和2萬港元 報導指因香港採取嚴格的防疫限制措施 令進出香港的旅行接近清零 隨著各地解除旅行的限制 包括區域性競爭對手 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內的其他航空公司 正在重建其網絡 而國泰航空仍被困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中 未能復甦 而其目前的運力僅為 疫情前客運量的2%左右